你往这边点 过了 行吗 这边 这样行吗 行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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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了 行 行了 就这几个钱 你随便看一下就知道有多少了 还用算盘呢 算盘扒拉来扒拉去的 我看啊 我们还是开回饭馆算了 开饭馆更赔钱 你每天准备多少菜 卖不出去坏了 还不都得扔 算盘 这扔掉的材料 比卖出去的还多 那开面馆就赚钱了 人家来吃面 就是为了吃个饱 谁点菜呀 我们能赚什么钱呀 可是开饭馆 你人手不够啊 就算是我娘 萱萱都过来帮忙 也还是不够啊 那就再请人帮忙嘛 这饭馆生意要是忙起来 那才会好啊 我们都叫忙不过来 不叫生意好 就就就这么闲着 就生意好了 你先别着急 你也在啊 你怎么来了 我一个人闷得慌 就过来看看大家 我饿了 给我下碗面吧 来 坐 行了行了 不用照顾她了 周情妹子也该回去了 反正没生意 你们帮我送送她 那个猪肉啊 少买两斤 虾仁不用买了 今天还剩了呢 怎么改面馆了 人手不足 只好简单些 再简单你也开不起来 大哥 你应该考虑考虑 换换别的生意做了 和她做什么都一样 一丑莫展 你放心 我已经替你想好了 来来来 收拾看收拾看猴子 来来来 坐这儿 坐这儿听听 我跟我大哥商量事情 你们听什么 不是 我们俩是伙计 你改我们老板的生意 我们俩得听听 我们俩的饭碗 还保得住保不住 对 放心 你们一定可以保住 而且还可以升官加薪 让你们当上领班好不好 好啊 这个好 你要我办丑 大哥 你也不想想 如果这个地方开得了饭馆 人家会这么着急的 把这个饭馆盘出去吗 我也看出来了 你们再这么干下去 是越赔越多 不如趁早收手 把这个饭馆关掉 跟我一起开一个服装工厂怎么样 你不是已经 跟唐叔合伙了 那我也可以一样 再跟你一起合伙啊 反正你也知道了 我现在是急需一个能够 提供工厂的人 跟我一起合伙 正合适 是 可是 这附近都是商铺店家 你开工厂合适吗 再说了 这个店面也不够大呀 当借口的店面 你做工厂 会不会太奢侈了 你 是不是没有人肯出钱 让你开工厂了 是 我是找过投资人 跟你也一样 没有钱再开饭馆 我是解决我们两个人的问题 金枫 这阳面别吓了 他是来拐你饭馆的 金枫 别 你别吓了 饭 饭 你干什么 我就知道你是来算计我的 你给我滚 他来找我商量事情 你别在这儿闹 他商量的是我的房子 怎么了 你还让我别闹啊 我告诉你啊 你别理他 你听好了啊 你哥跟江家 已经一刀两断了 你别再来算计他 他是我弟弟 能坑我什么 他坑的是我 这房子是我的名字 你哥哥一点煮也做不了 我跟你说啊 你跟你哥哥商量也没用 跟我就更别商量了 反正如果你走投无路了 来这儿吃碗面没问题 我里面给你煮着呢 但是你别打我一丁点主意 你要是要我这家店 你就是要我的命 你就是要我的命 我娘断了我外头的路 现在没人敢跟我合伙了 回家吧 才刚迈出家门一步 就要回去求饶 都没出息 我不甘心 可是没有钱 你还能怎么样 再想想吧 再想想吧 他没那么坏 他会出这个主意 一等都是帮我们设想好了 那是我们的店 他比我们抖的精英 金峰 这个面馆撑不下去 谁说撑不下去的 当初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请周家沈子来帮帮忙 然后再说个学徒 把饭馆开大一点 你又不肯 没生意啊 我 人家客人来吃的是招牌菜 我菜做得好 客人多远都愿意来 你现在卖一碗两碗面的 挣什么钱啊 能挣钱啊 还说这些 你一个炉灶同时 能够烧几道菜 客人上饭馆 就是要菜上得又快又齐 客人一道菜一道菜的党 都没心情吃了 你这意思 是嫌我出菜慢是吧 我都没嫌你呢 你不会拉客人 你说你一个做老板的 如果客人来了 你笑脸迎上去 跟人有说有笑的 拉扯拉扯关系多好啊 那客人会等得不耐烦吗 我们这是开饭馆 又不是开酒馆舞厅 我又不是五小姐 饭馆跟舞厅都是一样的 怎么了 让你去拉个客人 您这江家大少爷 就变成五小姐了 那我呢 我一个五小姐 为了您这江家大少爷 我下厨做饭当厨娘 我坑过一声吗 我 我不跟你说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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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小姐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不想知道算了 我走了 有家不回 你走投无路了 还只顾着写些什么情书 你不觉得自己很穷极无聊吗 无聊的人是你 周晴 你怎么会这么担心 我这颗心明明白白地瘫在你面前 你不仅不要 还把它砸了 别拿我为你所做的 当什么无聊的把戏 我不喜欢 我心里有很多话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当然 也没有人可说 但是 我现在想告诉你 我想让你知道 你知道以后 就算我再受再多的苦 再多的委屈 折磨 我心里都觉得舒服 我才有力量往前去拼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你脈脑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这么做 只画回来你四个字 穷极无流 好 没关系 你不喜欢 我不再谢了 以后没有信 也不会载我这个人 你就安安息息过你的日子 我不会再来打扰你 大海 回家 我们是朋友 我希望您好 我不愿意看着你受苦 我 我回家 你就能安心吗 你为了让自己安心 您宁愿让我回去继续 做让你讨厌的江家二少爷吗 我没有讨厌你 我讨厌我自己 我讨厌我讨厌我自己 在江家只能当一个 没有任何思想的行尸走肉 我讨厌我讨厌让我大宁 我改变不了她那种顽固 那种无知 我讨厌我改变不了我家人 我哥哥我妹妹我亲娘 还有他们给我安排的人生 我都讨厌 我讨厌我 我讨厌我 不能让我爱的人爱我 他不愿意嫁给我 我 我不想你为了我 受这么多苦 我讨厌她 不愿意嫁给我 我 swapped 我不再是以前的江家二少爷了 我也回不去了 我娘没有逼我走投无路 她只是想逼我回家 但你知道吗 如果人生没有未来 那才是走投无路 又有梦楼中我一生守着 花落花开谁挽过 尘埃的遗落还有谁等候 往事都散了被我追过 远尽头该不该让你走 沉默的你依然执着 起难救却救了那座楼 空洞的心带上枷锁 我想牵住你的手 问你还爱不爱我 也许都没结果 不论是对是错 但一切都成破坏 你的爱有多伤开 只有你才看得到 曾经的梦一早 我不敢再奢求 沧桑的日子 我会一笑而泡 我不甘心 我 我要你 我只要你 我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只有你 给我希望 我求你给我希望 我求你给我希望 说你爱我 说你愿意嫁给我 哪怕是假的 哪怕是哄我 你还爱不爱我 告诉我 不要再让我难过了 告诉我 你愿意嫁给我 你愿意爱我 好吧 我求你 我爱你 我愿意嫁给你 我愿意嫁给你 海外 就算我一无所有 你还愿意嫁给我 我也愿意嫁给你 你真的爱我 你的爱有多深刻 你是知道的 我爱你 我爱你 发了烧啊 就在家里头好好休息休息 店里就别去了 有什么事 让他们打回电话来 不是也一样吗 能一样吗 你说你 这么大年纪了 生了病 还拖着个病的身体去看店 自己受累 这两个儿子 在外头 他也受罪 他们这一个一个的 吃饱了喝足了 拍拍屁股 大摇大摆的就走出家门了 在外边吃点苦 不也理所当然 不管怎么说 这外人哪 看他们两个 还是江家的子孙 你说看到你这当娘的 这么狠心地逼迫他们 这 你说清楚 你要替你那个宝贝儿子说话 你不要把我的儿子扯进来 一块说好吗 江达天 我当他是死了 我教子每天从他门口进进出出 他视而不见 我就当他是鬼 我拆过他的店 我拆过他的招牌 我去逼过他什么 所以啊 亲生儿子 还是不忍心 大海 只不过是离家出走 又没有和江家断绝关系 你就让全镇的人 不跟他做生意 不跟他合作 你这 不是要逼死他吗 这不是偏心 我是要逼着他走投无路 我是要逼着他回来 逼着你儿子回来 你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 江达海要是我生的 我一跪在把他打死 他要是我生的 我哭死 我跪死 我要把他求回来 只可惜我不是他的亲娘 我这心掏出来 还嫌兴 您的意思是 我能去求他回来 你爱不爱他回来 随便你 他爱不爱回来 随便他 不过就一件事 他要是回来 以后这个家的事情 他不许开口 要是做不到 就让他在外边饿死吧 大太太 脚子备好了 二娘今天要出门 你陪着他去 跟客栈的老板说 不许让江达海住 是 他要是再到别的家 我一样让他没得住 你要是劝不了他回来 就让他流落街头去吧 我到哪里了 我到哪里了 你来吧 我到哪里了 都没有 我那是 每个人都没有 那可是我 是 都没过 我 躲得 我